梦瑶道,说难不难,说简单也很简单,你我到时助他重新开启通道,那个时候将会是他最为虚弱的时候,也是你我出手最佳的时候。 沉睡那么久,我的灵魂也大致恢复过来,这也是他帮我恢复的,因为他知道,接下来我必须得是完美状态,才能够助他穿过梦境之地回到无尽宇宙。 但要怎么击败他,他可是拥有对付物神境的实力。 在雷七宫群山时,方尘尽管在突破,但也时刻注意着外面,梦家老祖以一人之力将众物神尽数困住,他可看得一清二楚。 那可是数位物神,说困住就困住,如果自己真要和他一战,只怕绝世对手。 而且还是在梦境之地动手,那里就等于他在领域天童当中可以主宰一切。 梦瑶道,老祖开启梦境一道,最主要的就是念力,而我的灵魂又被封锁在灵海深处。 只要我一出手,可以保证老祖动不了梦境一道。 当然,我最多只能牵制住老祖三西的时间而已。 所以,我要在三西的时间内击败他,但要怎么帮你夺回肉身? 方尘问,击败老祖不能从外在击败,而是要从内在,也就是灵魂之战。 梦瑶道,我有一秘书交给方哥哥,到时方哥哥施展可暂时灵魂出窍,进入我的体内。 你我二人联手,必定能够压制老祖,只要把老祖压制住。 而我掌控肉身,老祖也会被我封锁起来,任我宰割。 方尘点头,梦瑶所说的方法确实不错,可以一试。 行,他重重点头。 梦瑶再道,不过方哥哥,要是我们三西时间无法拿下老祖的话,你也不得久留,要直接逃走。 只要逃出第三天门,就能够直接回到肉身当中。 那你呢? 梦瑶展颜一笑,拉起方尘的手,妖媚动人。 能和你度过当初的那段时间,我已经很是满足,不奢求其他。 若非老祖将你拉入局中,我也并不愿意你为我冒险。 但现在已经入局,所以你我也只能拼上一把。 我有私心,我也想活,但我更不想看到你死。 所以,一旦我们失败,你就逃。 只有你活着我才能心安离去。 他认真中带有恳求。 方尘望着他那双眉眸,重重点头。 好,我答应你。 梦瑶这才再度露出妖媚笑容,紧紧抱住方尘,我就知道,方哥哥最好了。 二人相拥着,聊着。 不是道别,却又似道别。 他们都知道梦家老祖的强大,此战胜负难料。 直到夕阳西下,梦瑶这才不得不回去。 接下来的一路到也太平,路上尽管有遇到其他一族,也遇到一些拦路的修士。 说是修士,其实基本都是无奴,干着拦路抢劫的够荡存活,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 毕竟无奴无疾,进入其他种族境地,只要身份暴露,那就会被直接抓拿或者杀了。 因为无奴不受任何种族的规矩保护,也可随意出售买卖。 而这些无奴修为最高,也不过宗师境巅峰。 这对于方尘他们而言,自然是造不成任何威胁,当然是太平。 42天之后,他们进入了一族之地。 此族名为月族,乃是鼎域外围二等种族,实力虽算不上强悍,但自保绰绰有余。 加上鼎域本就繁华,哪怕是在外围这种地方也要比下域繁华不知多少倍。 当方尘他们进入越境边界的刹那,一股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 他大为惊讶,明明只是鼎域的二等种族。 这里的灵气竟然不比奇枯圣境要差,要知道,奇枯圣境可是一等中的佼佼者。 对此,他也只能感慨鼎域确实是资源丰富。 当然,鼎域也并非是所有地方都是这般的富裕,能有如此富裕之地都被拥有族庙的种族所占据。 至于匮乏之地,自然都是那些无庙之族所占据。 他们也只能依附拥有天命族庙的种族,才能得以存活。 所以,鼎域外围其实也并不拥挤,辽无人烟的地方依旧多过有种族占据的地方。 没办法,鼎域太大了,单单是外围就要比所有下域加起来还要大,这就是鼎域。 进入月境之后,他们倒是没有行驶太久,来到一处皆是夜沙的周域,而此域也被称为夜沙域。 所谓夜沙就是颜色如同夜色,在太阳的照耀下宛如满地星辰,十分壮观美艳。 给人一种处在夜色和白日的感觉。 但这些夜沙除了漂亮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作用了。 如果说唯一的作用,那就是能够吸收天地灵气,并且释放出更加纯粹的灵气。 但这些灵气微乎其微,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几人行驶灵州,来到一座名为夜之城的城池。 而这里就是他们此次的目的地,也是进入梦境之地的入口。 没错,梦境之地的入口就在夜之城中。 但城中的百姓修士,哪怕是做了此城三千年的老城主, 也不知道梦境之地的入口就在这里。 甚至连梦境之地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夜之城并不惊空,灵州可以直接驶入。 当然,这只有是灵海境以上或者是大势力子弟的特权。 不然的话,老老实实收回灵州,选择从城门当中进入。 当梦瑶的灵州靠近时,身穿夜之城护卫服装的一位青年修士立刻拦住, 并拱手道,诸位前辈还请出示身份令牌。 月族人的肤色呈现蓝白色、容貌、体型等等倒是与人族大差不差。 听到这话,灵州隔绝阵法消失,灵州甲板上站着三人皆是蓝白肤色。 但你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三人的容貌和方尘、 梦瑶还有凯延天尊的容貌有着气氛相似。 而这三人也自然就是易容后的方尘三人。 月族并不是太过开放的种族, 易族出现或许会招惹一些麻烦。 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自然要以月族人的身份现身。 而盛庆他们自然是再度入方尘的驱动天中, 等入城再说。 梦瑶盯着青年修士,冷冷道, 怎么,现在林海靖修士都不能直接进城了吗? 青年修士明白眼前三位都是林海靖大能, 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刻恭敬道, 几位前辈,换坐前几日自然是可以, 只是最近有些特殊,城主有令, 不管谁都得确认身份之后才能入城。 此话一出,梦瑶三人皆是心中一动, 这个时候城内有一变, 这不得不让他们警惕起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梦瑶问。 青年修士无奈道,晚辈也就使得看门侍卫, 这些消息并不知道。 得到的消息,也就只有城中百姓 不知为何会陷入憨睡当中, 并且都会做梦。 之前倒是没有人在意, 毕竟没有修为的普通老百姓都是这样。 可慢慢地,就连修士都如此, 城主府就开始警惕起来, 并且觉得有人搞鬼, 于是就开始严查起来了。 晚辈也是依令办事, 与梦有关。 此话一出,方臣更是肯定 此事只怕与梦境之地有关。 梦家老祖的脸色, 则是沉了下来。 他也并未继续多问, 将手中三块身份令牌丢了出去, 冷冷说道, 看吧。 青年侍卫接过, 看完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后, 恭敬送回,并让出身位。 梦瑶操控着灵州, 岳族的建筑又是一番风味。 他们并不喜欢高楼大厦, 所有人的府邸类类似于四合院, 封顶则是用圆角顶, 置于颜色跟夜色一样, 整座城市看起来就好像笼罩在黑夜当中, 和此刻的阳光明媚, 形成鲜明对比。 梦家老祖轻车熟路地向着城东而去, 并且通过身份令牌, 直接进入内城当中。 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 内城反而显得更加的荒凉, 每一座建筑离彼此至少有百丈的距离, 却是有着说不出的高贵。 灵州向东继续行驶, 来到一处偌大的府邸前, 这才停下。 此府邸占地足有三十余亩, 算是内城当中十分顶尖的存在。 当三人从地上下来后, 大门开启, 数人从府邸当中走了出来。 方尘一看, 除了站在府邸门前的老者, 其他的皆是傀儡。 老者修为也不弱, 竟然有林海静三重修为。 当看到孟瑶时, 他恭敬地跪下行礼, 见过家主。 这一幕很明显, 对方是感觉到孟瑶的真实身份, 这才行如此大礼。 而这座府邸正是孟家老祖的, 很强之前就已经买下, 并且, 孟静之地的入口就在此处。 孟家老祖冷冷问道, 习老, 谁来了? 习老答道, 岳族成家此次代表, 程之恒在一个月前就到了。 前些日子, 他说要看孟静之地的入口, 老奴拦不住, 果然是成家。 孟家老祖对此并不意外, 只是脸色越发的难看。 他踏入踏入府邸当中, 方尘和凯颜天尊互望一眼, 也跟了进去。 进去之后, 习老立刻让傀儡侍卫将门关上, 并且开启封闭大阵, 让这里彻底与世隔绝。 孟家老祖对方尘道, 可以让盛庆出来了, 这里已经安全了。 方尘点头, 让盛庆、夏灵还有金蛋都从驱动天当中出来。 此次进入梦境之地很危险, 金蛋和夏灵都要留在外面保护他的肉身。 众人其后准备向着府邸内部而去, 但这时里面却是走出一位岳族青年。 此人容貌俊俏, 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 手握古扇, 风雅脱俗, 颇有书生之气。 友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他含笑地望着孟瑶, 上下打量着, 含笑道, 想必这位道友是此次人族孟家代表吧, 在下城之横, 不知道有贵名, 孟家老祖并未立即回答。 而是冷冷说道, 根据我族老祖的规矩, 在我孟家未到之前, 谁都不准碰梦境之地的入口。 道友, 你是忘了吗? 城之横哈哈大笑, 并未因为梦瑶冰冷的语气而如何。 他道, 道友莫慌, 我就是去看看而已。 没想到这梦境之地的入口, 居然这般的不稳定, 仅仅只是碰了一下, 就有梦气流出。 不过这叶之城的城主也就那样, 不足为虑, 发现不了的。 哼, 孟家老祖冷哼道, 如果有下次, 这次合作之后, 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合作了。 城之横依旧不拒, 含笑道, 不和我城家合作, 那你们就是连第一天门都进不去了。 小小人族, 就别这般嚣张了。 想要开启每一个天门, 都需要城之横等三人的协助才可。 这也是为何孟家老祖, 要找他们合作的原因之一。 孟家老祖说道, 那是之前, 不要真以为, 没有你城家, 我们连门都进不去。 只是会麻烦一些而已, 但你们城家似乎在成为更大的麻烦。 城之横的笑容也在此刻凝固, 他死死地盯着孟家老祖。 孟家老祖毫不畏惧与其对视, 好一会儿后, 城之横的笑容这才恢复, 点头道, 明白了, 以后不碰便是。 你我家族都合作这么多次了, 没有必要因为这种事情和闹掰不是, 毕竟这里可是越境啊。 孟家老祖自然听出他话语当中的威胁, 这是告诉他, 要是闹掰的话, 让他们连越境都进不来。 他并未多言, 只是转身向着府邸内部而去。 只是从城之横身边穿过去的刹那,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杀意。 敢以此威胁他, 那就让这城之横永远地留在梦境之地吧。 像这种事情, 他之前也不是没有干过。 城之横见此耸了耸肩, 也不在意。 只是孟家老祖在穿过他的身边时,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不屑。 夏琳鼻子微微抽动, 立刻低下头。 他的瞳孔微微一缩, 明显是闻出了什么来。 但他并未莽撞地告知方尘, 而是立刻恢复平静, 除了方尘感觉到他的异常之外, 其他人都没有察觉。 这时孟家老祖说道, 你们先去休息, 习老会给你们安排好的。 明显他要去处理梦境之地入口的麻烦。 方尘几人自然是不会拒绝, 皆是点头。 习老上前, 说道, 诸位请跟我来吧。 就在方尘等人想要走时, 城之横却是拦住了他们。 等等, 我可没有让你们走呢。 说完, 他拦在方尘等人面前, 目光从方尘几人身上扫过, 最终落在了夏林和盛庆的身上, 露出一抹笑容来。 这两人留下, 你们可以滚了。 他道。 凯颜天尊, 目光瞬间冰冷, 方尘倒是平静, 知道对方想要干嘛。 无疑就是想要用这借口, 来试试他们的深浅罢了。 既然对方想试, 那正好自己也想试试突破领海境后, 自己的实力又达到怎么样的地步。